9月13日电影《人性》在大连举行了开机发布会 该剧由唐国强担任监制、大公指导 蒋诗默、玛丽兹、王逊、王奎荣、池志强等演员主演 该剧致力于弘扬道家文化 讲述了一个身负重要任务下山的呆萌小道士 阴差阳错的与一位高冷孤傲的都市女孩相遇相识 又不得不在同一个屋檐下发生的一系列曲折离奇 又让人啼笑皆非、揪心不已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 剧组为了让影片更加真实 真的进来了一位小道士出演男一号 现场饰演小道士的蒋诗默 也畅谈了自己首次触电荧幕的感受 对我的人生当中算是一种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经历 非常独特 因为从小在山上这种环境和现在这种环境是非常不一样 那边是单一的 而这边又是丰富多彩 到了剧组里面呢 也是深受各个老师们的一些点拨 让我慢慢慢慢的进入到这种感觉当中 近日在网上热传了一段恶搞三国演义的桥段 让饰演诸葛亮的唐国强又火了一把 尽管现场唐国强刻意保持低调 但依然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谈到此段视频 唐国强也是一笑了之 我都讲过了 他们坐着坐着还有人说 哎呀你是网络 网络子 你看你老出现三国老挖人 大家开玩笑 你老出现三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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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